我們家以前世代都務農 然後歷史多久我們不知道 可是到了我爺爺這代之後 一個家族裡面就只會有一個男丁留下來 那就是那個留在鄉下的人會繼續經營農田 我外公大概在四、五十年前就開始種植柳丁 那一直到現在就換成是我爸媽開始慢慢接手 那現在爸媽除了就是種柳丁之外 就是還有在種木瓜 我們老家之前主要是在種稻米的 不過因為政策的關係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工業區新設在那邊 然後也有一個博力發電廠 應該要留有一些地方的特色 他們從小就在那邊長大 像我阿哥阿婆在那邊活了一輩子 他現在把他們的田他們的地全部都挖掉 他們一定會很難過 工業區需要水源 就把我們就是把我們家那邊水鎮的水都解走 然後運到工業區去 幾乎沒有什麼人在種田了 因為大家都被被迫修根 然後都在頂修根補助這樣子 這十幾年來其實農村就是不斷的在衰退 然後年輕人越來越少 當地的工作環境越來越差 而且污染越來越嚴重 包括政策面的一些失當 導致我們農業快速的萎縮 那不是說所有住在城市的人 就應該要養農村衰退之後的這些住在當地的人 可是我覺得政府花的心力不夠多 讓農村的人有更多的機會跟選擇 台灣是一片很美麗的地方 它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那在這個土地上面 你可以種植出很多各式各樣不一樣 然後很棒的一些農產品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要思考說 怎麼樣子讓這些農夫 還有下一代的農夫 跟這個市場跟時代接軌 然後不要讓農村的文化消失 可以跟奶奶還有跟姑姑 然後叔叔他們一起去完成那樣子的工作 其實對於我在對於家庭價值觀的認定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很正面的一個影響 請大家正視我們這片土地它其實很美 然後它可以給我們很多很多的東西 而且它可以教會我們很多的事情 我是蘇韋毅 我以身為農家子弟為榮 我是蔡坤林 我以身為農家子弟為榮 我是梁淳宇 我以身為農家子弟為榮 我是楊佩琪 我以身為農家子弟為榮 我以身為農家子弟為榮 改編自台灣真實世界 我自己希望 進入老老農民主要樓堂 沒有人天生是要被欺負的 這就是外紅環 白米炸彈客 4月4日全台上映